一场的演讲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习惯之旅 特别像台北参加美国商会餐会 韩国瑜演讲主题明明需要谈台湾经济发展 替高雄争取更多外商投资机会 韩市长却似乎想透过自己的小故事 拉近和美商之间的距离 一个穷学生骑着一台野狼摩托车 看到American Chamber的会员进来 哇 都是感觉大老板来了 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晚上上班就在American Chamber 白天是Student 我的大学的生活费都是American Chamber Pay me OK 韩市长钟英文夹杂满口奇幻说得起劲 台下听众却似乎没太多回应 因为演讲主题是台湾经济发展 韩国瑜却是花了大把时间批评蔡政府 没拿出具体投资诱因 反而在喊庶民经济高雄发大财 成了台湾发大财 韩市长说保证中华民国是美国最佳伙伴 台下美商似乎没有合买单 就是每一次选举美国三位是邀请到各主要的政党的候选人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看法 所以韩市长的说法你会增加你们想要投资台湾的意愿吗 就连核四争议韩国瑜主张有条件重启 却是美商最不愿触及的政治敏感议题 台湾给我们说他的看法 没有提到核能的问题吗 内容我不能说太多 对韩国瑜花大饼 大多美商不愿表态 更没有知名美国企业愿意透露在高雄投资 面对韩国瑜长篇大论 企业的态度是持续观望 没有惊喜 3075吴承彬成豪SNG小组台北叉老道